呀吼,大家好,我是翼王 这次来做一下蓝宝石的RGB金牌全模组电源的拆解评测 首先Safia醬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 作为一个老牌的显卡厂商 他家的显卡一直以用量猛,频率高著称 而这回是蓝宝石首次推出自家品牌的电源 Nitro Plus 600 后来查了一下老外的数据库,原来不是第一次 不过这些都是以停产的老古董了 这款电源在天猫和京东第三方店铺都有上架 价格为599,不过最近双十一活动比较多 平均都能到400多块 在京东旗舰店主义不是自营的 加上晒单反的红包,最低400块就可以入手 Nitro Plus在蓝宝石显卡里面对应的是超白金系列 那么这款电源对不对得起这个口碑非常好的系列名称呢? 那么先来看一下外观,首先是顶部风扇位 设计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中间是超白金的logo,周围一圈空出来给灯光预留了位置 侧面是电源型号,背景花纹同样采用了超白金显卡的设计元素 不得不说看上去还是挺帅气的 屁股这边除了总开关外 还有风扇模式切换键以及RGB灯效控制键 在关上机箱测盖之后也可以调整灯光颜色 不过这个风扇模式切换和常见不太一样 它是在正常转速和全速之间切换 全速时的声音略道 最后是这个敏牌ATPLUS金牌认证 全服电压支持,正式二服输出比例接近最大功率输出 左下角一堆安全认证 在右下角除了内有高压勤务擅自拆卸的警告外 还能看到生产厂商为东莞市飞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刚好和左上角的产品型号开头的SKY字样能对上 这间公司我查了一下没找到母公司应该是家纯粹的大陆厂商 线材方面除了这条24PIN主板供电以外 还有两条PCIe6加2帧显卡供电 一条CPU4加4 两条共6个SATA接口 一条共3个Molex大4PIN口以及小包扎带加螺丝 个人觉得线材还是少了点 特别是CPU供电 现在8核的i7i9都出来了 很多Z390主板都是8加4甚至8加8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灯下了 Nitro Plus600内置了不少效果 色彩循环呼吸固定等等 配合外壳的设计整体颜值还是挺高的 但是我翻了一下京东销量较好的机箱 其中很多型号都带有独立的电源仓 也就是说你得花点时间挑一下 才能找到既能展示出电源的灯效 又能在外观和功能上满足个人需要的箱子 然后还有灯光同步的问题 这个电源是内置的灯光控制器 并没有提供和主板进行灯光同步的接口 它不能和显卡内存或者其他风扇同步颜色 总的来说虽然有RGB灯效 但整机要搭配出来好看 还是要花费一些功夫的 那么看完了外观我们果然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它的内涵 在我拆过的电源里面 这一款的设计也算是比较有个性的了 风扇被固定在了一块单独的框架里面 风扇的品牌是BOK和上次拆过的骨架LX600相同 灯光控制器被集成在了风扇内部 想改装的话可能会有点困难 内部有EMI和主动PFC 这几样的零件是非常整齐 背压结构应该算是双管阵机 5V和3.3V都是DCDC 总之整体结构看来没什么问题 电容大部分为台系厂商Capson 但是二次侧有四个是东莞市洁发电子出的电容 主电容容量加起来只有360 勉强踩及格线 管子方面中外厂商混搭 参数方面我懒得查了 反正110V下最大负载一家不爆炸的就是好管子 全部零件都集中到了PCP正面 导致背面的设计非常简洁 嗯,如果是以599的定价来看 整体用量砍具还是比较抠的 看完内部果然还是要上一下刑具 首先是电压稳定性 正12V和3.3V全程表现良好 但是正5V电压在低负载时偏离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还是在标准范围内 然后可能是测量误差 也可能是因为灯光耗了一点电 在50%负载时 转换率低于标准一丢丢丢 其他位置都高于金牌线 在100%负载且支路输出较低时 文波处于一般水平 但是给正5V和正3.3V线路 加到10A以上时表现就不太好看了 当然现在的电脑这两条线路负载确实不多 顺带一提,这款电源的主板 CPU显卡的线材都有加装滤波电容 不过我的文波值还是从不带电容的SATA线上面取的 毕竟硬盘相对更脆弱 最后是这个保持时间 在100%负载时经过反复测试 按比较宽松的算法也仅仅在15毫秒出头 没能满足Intel标准 我这里是草根实验室都是些穷人设备,误差是难免的 但这款电源的主电容及输出电容 无论从参数或者数量上看 确实还是抠了点 那么又到了这个总结时间 非常遗憾,这款电源的用料以及性能表现 都没能达到我们对超白金这个名字的期待 按原价599的话,我实在没办法去推荐它 这个价位上的强力对手实在太多了 不过目前到处都打折到400-450 这个价格来说,考虑到灯效那也是要几十块钱的嘛 这个还是全模组,如果你的配置功耗不是非常高 且确实很喜欢这个外观的话 那也还算是后K的吧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扫码关注电脑吧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电脑资讯推送 还有大佬精心搭配的吃鸡电脑配置推荐 如果看到喜欢的文章,记得点赞鼓励支持 当然顺手点一下广告就最好了 我是翼王,下次再见,拜拜